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今天活着 而你今天好好的过今天 就为你明天的得胜来做最好的预备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一般面我们是望着标杆 可是我们坚定的脚步 每一天每一天过每一天的日子 几千个阶梯一看起来很难 但是我们一次只上一个阶梯 我们一次只上一个阶梯 一直走你就会走到山顶了 这就是基督徒我们的信念 所以主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 那么主每一天的供应 玛纳是每一天的供应 所以今天有今天的玛纳 明天谁会给我们玛纳 上帝会给我们玛纳 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 没有一天他们需要烦恼明天的玛纳 因为玛纳是谁的事 上帝的事 上帝明天就会有给明天的玛纳 明天会有给我们明天的供应 所以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好好的拥抱今天 你才会有得胜的明天 好那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 危机中的转机 危机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sign 是什么机会来了 上帝的门开了 让我们准备过去 危机也是代表一个过去的错误修正的 我们如果愿意从摩押回到玛丽痕 上帝的波阿斯已经在那里为你预备了 弟兄姊妹你要记得 在摩押不会有波阿斯的 波阿斯不会出现在摩押 波阿斯只会出现在哪里 只会出现在波丽痕 所以如果你做错了 你错过了 你要修正 危机代表着你需要修正 修正要从摩押 你要离开摩押 你要回到上帝赐福的玛利痕 上帝已经在那里为你预备你的产业 预备波阿斯在那里等着你 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看见每一个危机就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每一个危机甚至犹太人经历在危机当中 反而是他们大大扩张的机会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 今天很重要的我们要继续讲第三个主题 跨越生命的难题 过去两周的信息非常的重要 盼望就只没回去可以领受 每一句话得到一句话 你会有得着一个信念 能够继续的往前走 那今天我们讲跨越生命的难题 我们先看一个故事 叫做跨越困难的心灵蜜豆奶 其实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没有听过心灵蜜豆奶的 拜托听一下 好不好 支持牧师一下子 不是了 当然不是 那这一时它只有五分钟 我们一天二十四分钟 这么多五分钟 零零碎碎很多五分钟 好不好 你可以用 因为手机上非常的方便 每一天都会破一则心灵蜜豆奶 那么里面都有一个故事 其实过了讲的 某种是从第一天讲到 讲了三个心灵蜜豆奶的故事 每一天每个故事精不精彩 非常的精彩 所以你们好不好 收听一下子 那最重要的 听完以后要转给你的朋友 这是很好一个传福音的媒介 一个工具 你尽量传 保证你传出去不会有人打你的 这么好听的故事 我有没有跟你传教 我是来立志 提升洗涤你的心灵 听到这样的故事的人 没有人会打你的 都会喜欢你 而且你透过心灵蜜豆奶 过去我们三年的经验 有很多人透过心灵蜜豆奶 他们跟福音 跟神的福音越来越靠近 好不好 你这个礼拜自己要听 然后要转出去 跟朋友们说 要把心灵蜜豆奶转出去 不是牧师要打失明度 而是要传福音 你只是转播在你的手机上面 多简单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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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而已 你就可以 可能你就帮助了一个人 好吧 我们今天要讲 心灵蜜豆奶跨越困难力量 那么 这个故事也讲到 奥运女子跳高纪录 有一个被称为 田径界的一代传奇人物 他是罗马尼亚的巴拉斯 巴拉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 十二岁的那一年 一位名叫威尔逊的跳高运动员 就把他带到运动场上 教他如何练习来跳高 当时巴拉斯胆怯地站在运动场上 不敢动弹 他问威尔逊说 我真的能够像你一样 成为一名跳高运动员吗 威尔逊就问他说 为什么不能呢 然后巴拉斯说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 我的家境很贫穷吗 然后威尔逊就反问他说 那这个跟你跳高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下面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除非 你自己不愿意成为一个好孩子 否则没有人天生就是很优秀的 弟兄姊妹 感谢主虽然这是一个故事 虽然这是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话里面真好 没有人天生就是很优秀的 所以优秀都是怎么来的 可以后天可以来努力的 上帝为我们要 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人 你不用觉得我没有天分 没有人天生就是很优秀的 鼓励我们大多数平凡的人 信物里面 然后说另外我要告诉你 不要把不好的家境 当成你变好的主力 你反而让他成为你变好的动力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因为我的家境不好 因为我的长相不好 因为我的身材不好 因为我的背景不好 所以这些都是我人生上身的主力 不 他说这些反而这个 不要把不好的家境变成主力 你反而要让它变成你变好的动力 接着下来 威尔森就在跳高场上 放了一根一米高的栏杆 一米栏杆 就是我们知道跳高会有一个栏杆 就叫他跳 他说你试试看 结果这个巴拉斯一跳 果然就跳过去了 然后第二次 威尔森就把这个杆子拿下来 叫他再跳 没有那个杆子的时候 那个巴拉斯怎么跳 就只能跳0.6米 有杆子的时候 一米他跳过去 可是没那个杆子的时候 奇怪 他怎么跳就只能跳0.6 跳得过0.6米 所以威尔森就说 对他说 你看到了吗 这一根栏杆 就是你贫困的家境 没有这根栏杆 你跳高的时候 就没有足够的动力 有了那个栏杆 反而成为是你的动力 让你有一个目标 我要跳过那一根杆子 没有杆子的时候 你的目标是低的 你没有一个空间 你反而跳不过那个高度 他说 如果你不相信 我现在将栏杆 加到1米2 你一定能够跳过去 然后巴拉斯 再咬着牙 果然进来 真的就跳过了 1米2的高度 而从这次之后 巴拉斯不断地挑战自我 在跳高的生涯的 140次比赛中获胜 成为世界上 跳高比赛获胜 最多的女运动员 那弟兄姊妹 什么是你生命中的栏杆呢 是你的家境 你的学历 是你过去的失败挫折 或者是那些让你受伤的经历 弟兄姊妹我在讲 什么是你的栏杆 家境 学历 你过去的挫败 失败 挫折 或是那些受伤 的确它是会是一个栏杆 但是这根杆子 可以是成为你跨不过去的栏杆 也可以成为你超越的标杆 我再讲 那一个杆子就是你自己决定 它是成为你跨不过去的栏杆 还是它可以成为你超越的标杆 好不好 今天让这些成为你人生成长的动力吧 我们一生都会有面对很多的压力 但是这些压力常常反而是成为我们变好的助力 因为压力跟能力是成正比的 锅炉里面的压力有多大 蒸汽的力量就有多大 同样你的压力也会成为你的能力 那圣经讲好了 你的日子如何 而你的力量也就比如何 那这句话有很多层面的解释 第一个当然我感谢主神会给我供应 但是今天我要讲 这里讲到每一个日子 不管什么样的日子 神都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 对不对 足够的力量 所以感谢主 所以你拿五公斤的重担 神就会给你几公斤的力量 五公斤的力量 如果这个包袱这个包袱十公斤呢 神就会给我几公斤 哪几公斤的力量 十公斤 如果这是一百公斤呢 神就会给我一百公斤的力量 所以感谢主 每一个包袱都加成我的能力 这句话好不好 太好了 弟兄姊妹 不同的日子上帝透过这个日子里面 不断的加成我们 让我成为一个可以手提摆金担子的 有能这样的人 弟兄姊妹感谢主 牧师是从一百个人教会开始 做到今天将近五千人 你有没有看到那些妈妈很厉害 我知道那些妈妈 有一天我抱着夜人 这个夜人的小朋友 那个嘟嘟 一抱 我说哇好重 哇真的好结实 我说小孩子 这个就是小猪腿 后来说不行 她说女生不能这样讲 哎呀真的小孩子养得太好重 可是你知道妈妈都不觉得重 妈妈你有没有看到 小孩子一拎就走 为什么 因为她是练出来的 小孩子练出来的 刚刚开始的时候是0.5公斤 她这样抱 变一公斤的时候她也这样的抱 两公斤的时候也这样抱 五公斤的时候也这样的抱 奇怪妈妈的手 所以越来越阿姆斯壮 就是这样啊 我们就这样 感谢主日子如何 结果我就越来越阿姆斯壮 就越来越强壮 这样子的话太好了 这一句话当然 我们感谢主 这句话上帝告诉我们 不管你面对什么环境 遇到多大的困难挑战 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 去胜过它 而且更重要的 弟兄姊妹这句话 给里面内涵的意思 没有环境会打倒你 没有 这个它不会打倒你 相反的这些困难问题 反而会成为你的能力 成为你成长茁壮的动力 所以你要相信 有了上帝对基督徒来讲 我上个礼拜讲 对基督徒来讲 没有危机这件事情 每一个危机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每一个事情都是我们的机会 只要有上帝 所以同样的 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的祝福 都是我们的力量 都是要叫我们成长 每一个日子 所以感谢你做基督徒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 那今天我们这是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 跨越生命的难题 也就是跳过你生命的栏杆 今天让我们继续结束 要跟神说 主啊 那个栏杆在那里 但是我会跳过去的 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会有一个栏杆 都会有这些 不管你是哪一个 不管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会有 有天我们走在一起 然后师母就说 哎呀 你若高一点就好了 我说拜托 你有多高 对啊 或许我的身材 我的身高就是我的那个栏杆 但是感谢主 我跨过去了 今天没有人问我几公分 也没有人在意我长多高 因为我跨过那个栏杆了 当然 如果我一七五的话 那就更好了 那说话的一六七又怎么样 你们在乎我多五公分身高吗 不在乎嘛 对不对 不在乎 对不对 所以只用姊妹看 那可以是你的栏杆 也可以成为你的标杆 记得每一个人都会有难 当然是主啊 今天帮助我们 我们都要超越我们生命的难题 然后下面我们讲很重要 第一点我们要看如何能够超越 第一要有信心的眼光 跟我说一次 有信心的眼光 一个探子进去探查迦南地 那几天之后他们回来 这十个探子回报说 哇 太可怕了 不可能啊 他们呢 我们去那里是吞吃居民之地 他们都是巨人啊 他说我们没有机会 不可能 我们赶快回去吧 我们死定了 在这里 但是耶稣亚加勒却说 我们立刻去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得胜 耶稣亚加勒说 是 那里有高墙有巨人 但是我们的神更大 我们可以战胜他们 我们现在就进去 去攻占那地吧 真奇怪了 两组人马 都看到了同样的看见 同样的巨人 看到同样的高墙 看到同样的环境 但是他们却有两种 完全截然不同的反应 弟兄姊妹 你有了耶稣求俗 跟你有不同截然 不同的眼光 同样看到疫情 同样看到 这个经济上面的困难 同样看到公司的状况 同样看到立把愿打架 那其实主啊 你的眼睛要有不一样 让我们今天 做上帝的儿女 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眼睛 是你自己 你看什么 你怎么看 同样的 一样的环境 我告诉你的眼睛怎么看 就会决定 你下怎么样的结论 你下了怎么样的结论 就会决定 你以后 结果你会有什么命运 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 今天 两组人马 同样看到 可是却完全不同的反应 就在他们的眼光的不同 十个探子看巨人看环境 说扯敌人太强大了 他们虽然有神 可是他们说 我们有一个绝对克服不了的难题 我在讲 他们有神 可是他们说 我们有一个绝对克服不了 的困难 我要讲 会不会 你我的问题也就在这里 我们也是说 我们有神 但是我们另一方说 我们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问题 请听我讲 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这些犹太人 他们有没有看过 他们有没有走过红海过来 这些 请问一下 这四个探子 有没有神 他们信不信神 他们说信神 他们有没有过红海 他们今天早上 有没有吃麻纳 有 有 他们今天保证 他们也有吃麻纳 他们早上有吃麻纳 他们早上吃了麻纳 他们说他们有神 他们也看过红海崩开 然后说 现在我们死定了 不可能 这个问题太大了 会不会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刚才我们唱歌 神开路开路 你是开路的神 但是主啊 我死定了 没有路 我们一方面说 我们有全能的神 上帝你好伟大 你很善良 但是我问题太大了 没有救了 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变成这样 这个十个 你知道吗 这个十个探子最大多 你今天早上吃着天降神鸡马纳 一边吃马纳 一边说 我有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这样 难怪我们会信得很贫穷 难怪这些十个探子 他们最终死在旷野 基督徒啊 会不会我们也是一样 一边去说高兴长 我们有伟大的神 祂是在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的 一边回答说 我死定了 没有路就可走了 我的家完蛋了 我的事业完蛋了 这会不会就是 我们信了耶稣 却很少经验 生命和丰盛 耶稣明明讲的 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可丰盛 请问这句话 是不是耶稣说的 很清楚 是耶稣说的 所以耶稣说我来了 所以耶稣来 所以我来 叫我们得生命 所以请问你 你有没有耶稣 你今天坐在这里 没有耶稣啊 有 你有没有耶稣 有 我们要很肯定 我有耶稣 所以我有耶稣 所以我就有 有生命和丰盛 对不对 这是 牧师讲这样 是对的嘛 对不对 这个逻辑是对的嘛 耶稣说我 就是生命丰盛 所以我们说 我们有耶稣 所以我们就有 生命有丰盛 所以 弟兄姊妹 你信了耶稣 你怎么可能 没有生命 没有丰盛 如果你信了耶稣 出去还是那样的贫穷 那样的苍白 那么的软弱 那么多痛满的惧怕 那么多的焦躁 那么多的愤怒 那么多的不平 哪来的丰盛呢 为什么你信了耶稣 不是这样呢 我不是说我们马上就变成这样 起码 我们应该是越来越有生命 越来越丰盛嘛 所以请问你自己 你信了耶稣到现在 你来士林林浪 坐在这里 听牧师讲的汗流满面 满嘴泡沫 所以师母就说 人家坐在低牌 很可怕都要撑伞 你都会喷口水 我站远一点 我站远一点 我这么的努力 你听了那么多年了 你有变丰盛吗 有 我们感谢主 有了耶稣 必然要得生命的吗 不然我 耶稣说了 要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那要不然就是耶稣 说错了 要不然就是我们错了 对不对 那耶稣不会错 那一定是谁错了 我们错了 所以好不好 今天弟兄姊妹 你既然坐在这边 我知道第一堂你会来 你是很有心的 我求上帝祝福你 你要转变 不要我们一边吃麻纳 一边说我死了 我有绝对不能 我有绝对胜不过 有个困难 问题 我们有了耶稣 我们就要说 主啊 我一定会 越来越有生命 有丰盛 我的人生一定是 越来越丰盛的 跟旁边说 你一定会越来越丰盛 十个探子 因为他们看环境 看巨人 但是约束啊 却看神 说我们的神 什么 更大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基督徒的眼睛 基督徒为什么 我看到我自己很软弱 看到 这是我看耶稣 我就知道 我一定会有得生命 和得丰盛 我的生命跟丰盛 跟我无关 跟谁有关 跟神有关 加勒约束啊 为什么说 我们一定可以得胜 因为他看的不是我 看的是谁 看的是神 基督徒啊 我们最宝贵的 在地上活着 我们乃是看着他而活 所有一切都是他做成在我们身上 所以你一定会得生命 你一定会得得更丰盛 弟兄姊妹 上帝应许要给你的 祂给你的地是 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所以你的人生必然有雨水滋润 虽然我们会经过流泪骨 但是我们作为这一股去到我们 觉得这一股 觉得你会经过流泪骨 会让这一股 就会盖满了 求雨之符 知道吗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 我们感谢主 我们信耶稣 这就是我们的判断 这是我们的确据 我们感谢主 神都帮助我们 没有我们不能够抵挡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的眼光会决定 我们是否能够进入上帝的美地 能否得到上帝的风 我再讲 亚伯拉罕神对他说 你看到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 弟兄姊妹 你的看见会决定你的产业 所以信耶稣 我们不是来这里 坐坐礼拜唱唱歌 我们是得产业的一群 圣经所有的都是我们的 刚才牧师所讲的 每一个神的应许都是我的 但是那一个决定在你的眼光 你有看见你才能够得着 你有看见你才能够得着 神给以色列的人的应许 是流南与密之地 以色列人从这一段 进迦南的历史 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 要进入流南与密之地之前 会有难处 会有征战 甚至会有巨人高强 对基督徒来讲 弟兄姊妹 重要的不是难处多少 难处有多大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难处 你用什么眼光来面对 你人生的难题 所以弟兄姊妹 主如果允许某些事情 发生你在身上 我们要坚定地相信 必有上帝的美意 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buttonite基本信念 我用了好多年才训练 然后成为我生命的一个 很坚实的一个根基 就是我相信 我的神是良善的那一位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都是好事 所以我训练我自己 无论发生什么 我第一个反应 我说上帝你做得真好 虽然我现在不明白 不了解 但是你一定做得最好 因为我根据你的本属性 我根据圣经的应许 神的话语 神啊 所以万事都会互相效力 叫爱神得益处 每一件发生在我身上 都是要叫我得益处 这句话 随时都要应用在我们的里面 最近我都跟你分享 就是我们的建堂 整个进度稍微delay的 稍微delay 会延迟 那本来啊 他们说九月底会申请 拿到实用执照 现在说可能要十二月底 那本来跟我们讲说 明年复活节 要可以搬家 后来就说 那可能会要迟一点 变七月 现在也要跟我讲 可能要九月 那无论如何 那我不想你们感受 可是对牧师来讲 当你越靠近搬家 你心就越急躁 越希望 怎么 赶快进去 我好想赶快进去 所以每一次听到这边 我里面就会烦躁 虽然我知道 很多事情不是 有很多原因发生 这个盖房子的事情 本来就是有很多装房 你就知道很多 但是我总是 里面就是烦躁 其实重点不是 重点是我这个人 你知道吗 那一天早上起来 我祷告 走在神的面前 我在那边一边祷告 上帝一个光就光照 我为什么急着想要搬去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很想急着搬到新的地方 为什么要很急着搬到新堂去 你说当然 本来就搬新家比较好 那当然了 但是我里面有个 我为什么急着想要搬去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我觉得这里不好 那里比较好 对不对 如果这里比较好 你就不会想要搬了 就是我觉得这里不好 那里想要 那里比较好 从客观来讲 当然那里很好 新的 可是神跟我讲说 哪里比较好 是因为环境吗 还是因为地方 还是什么 设备吗 那一句话突然来 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我说主啊 赦免我 我觉得这里不好 我觉得那里比较好 其实是主 你的同在的地方 就是最好 同在的地方就是最好 这些跟建筑工程 什么都闻 这是我心里挑战 主啊 你的同在 在这里有你的同在 就是最好 搬过去那里 有你的同在 也才会是最好 你的同在才是最 第二个 神就跟我说 神正在为我预备 最好的日子 搬家最好的日子 我觉得那里最好 我觉得越快越好 神说你搞错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越快越好 是不是越快越好 不一定 对不对 你说我搞一点 找一点结婚比较好 你搞不好找 知道买那个股票比较好 找那个 上帝说 祂的安排的日子 才是最好 对不对 虽然跟你的期待 跟相反 我说神啊 我现在开始 relax 我安息 什么这个叫做安息 神啊 我相信 你正在为我们 搬家预备 最好的日子 感谢 第一次 基督徒 我为什么心里能够平静安稳 因为我们的力量在神那里 我们的盼望在那里 我们的眼目看神 你知道吗 当你看神的时候 你的思想 你的情感 你的想法判断 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我感谢主 我不是说我们的工程 可以继续延迟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确信 神啊 你的日子 所做的日子 就是最好的日子 我现在不是说延迟 我说神啊 你正在预备 最好的日子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就像一颗种子 被埋在地里 我们要有信心的眼光 不是埋葬 而是栽种 而是栽种 这里讲到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之粒来 这里 这个圣经里面 有好多的内涵 但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它被埋葬了一片黑暗 甚至这样死了 是不是 一个麦子 一个种子 种在土里面 像不像死了 像不像埋葬 像 但是它不是死了 它反而要 结出许多的 子粒来 所以弟兄姊妹 你的眼睛怎么看 你的眼睛是看一粒麦子死了 但是耶稣眼睛是看到什么 要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叫做眼光 你看到的是黑暗 你看到的是 好惨 我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样 遭遇怎么样 耶稣看到的是什么 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所以感谢主 这里面主给我们 一部很美丽的 每一次你一定要有这个图画 求主把这部图画放到里面 埋下去 然后要长出许多的子粒来 我们人生里面 都有很多被埋下去的时候 但是每一次被埋下去 你不是看你被埋下去 而是你要看到什么 长出许多的子粒来 我们都会有被埋葬黑暗 痛苦的时候 但是上帝必然给你恢复的能力 这个埋葬黑暗的过程 目的是要带来 十倍 百倍的收成跟收获 而且你不只会重新再起 你还要变得更好 更强壮 更丰盛 其实约瑟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监狱里面 他用最好的态度过每一天的日子 约瑟在监狱 他用最好的态度过每一天的日子 用最好的态度服事酒阵善长 用最智慧的言语为酒阵善长解梦 所以弟兄姊妹 好不好听进去 在监狱里面 约瑟用最好的态度来过每一天的日子 勉励自己 我在任何环境里 我都要用最好的态度来过日子 明天早上到办公室 虽然那个办公室对你像监狱一样 你要在监狱用什么态度过日子 用最好的态度过日子 明天很热 明天立法院照样打架 明天排那个三倍券 要排个大财长荣 一边排队 你要用最好的态度排队 这就是基督徒 约瑟在监狱用最好的态度 服侍酒阵善长 明天到办公室 你要用最好的态度服侍 那个对你最苛刻的老板跟上司 你要用最好的态度来服侍 那个对你最不好的同事 然后我告诉你 约瑟在完全没有预期的那个日子 就突然来到 法老随即猜忍 遭约瑟 那个日子你想不到日子 这个日子在神那里面 然后法老对约瑟说 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名都必听 请进好了 这些圣经里面可以解很多 但是我看到了一件事情 法老看见约瑟身上有谁 有神 这是关键 弟兄姊妹 我们都希望脱离 当你有一个最好的态度过日子 人就会在身上看见你身上有神 然后人就会发现你里面有神的智慧 神的聪明 然后他就会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们必听从你 弟兄姊妹 这就是基督徒居上不居下的策略和原因 因为你用最好的态度在监狱里 而在那里人在你身上看见了神的智慧和聪明 看见了神的丰盛跟能力 好不好 明天早上带一副让你办公室 让人在你脸上看到有神 好不好 不要让人在你脸上只看到愤怒 看到愤青 看到不平 看到里面一副受害者的那种样子 基督徒啊 让你的丈夫每一位妻子 让你的丈夫在你的脸上看到有神 不要让你的丈夫老看到一副讨债的来了 你不爱我 你当时候不是说要娶我吗 你为什么现在这样对我 你欠我三辈子 这样你的丈夫不会看到你身上有神 有神的智慧 有神的能力 她不会说你可以有来掌控的家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用正面的态度面对逆境困难 用最好的态度服侍神服侍人 那一个你没有预期高生的日子 你没有预期高生的日子 就要突然来到 我再讲这叫做我们的信心 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在逆境可以活 因为我们知道掌管的在上帝那里 当然我们用对的态度来服侍 然后我们用正面的态度面对逆境 用最好的态度服侍神服侍人 那一个你没有预期高生的日子 就会突然来到 所以基督徒问题来了 不是要帮我们埋葬 问题来的是要让我们更上一层楼 整个圣经里面好多的故事 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危机就是我们的机会 每一个困难不是来埋葬我们的 它是要作为我们的阶梯 让我们更上一层楼 大卫不就是这样吗 哥利亚是要来毁灭他对不对 哥利亚是要来毁灭他 他说我不要杀你 哥利亚冲过来很可怕的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哥利亚那么高 大卫那么小 一个巨人冲过来 你就知道我死定了 我只是描述强力 有时候危机困难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巨人冲向你 那个三百磅的巨人冲向你 而且拿着武器 你说你死定了 哥利亚是要来毁灭大卫 但是没有想到 上帝居然用这个巨人 这个巨大的难处 来祝福大卫 所以弟兄姊妹有上帝 你要去改变 他好像来毁灭你 上帝却说 他是来祝福你 他是来祝福你 你说怎么可能 那他马上那个凶狠的样子 就是要来打死我的 要我死定了 上帝说我在 我会翻转 会翻转 我再说如果大卫没有哥利亚 没有这个危机 他一生可能就只是一个木桶 是不是 大卫乡间 当时乡间有多少像大卫这样的小 牧羊的小儿童 他要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 请问如果按照正常 一般他自己怎么爬 能够爬到这边 但是一个哥利亚 就是因着有哥利亚 神让大卫一夜之间 把他放在全国舞台的中间 从了哥利亚以后 所有的美光灯都照着他 所有的FB 微信 Line 或是什么 通通每一天都有他的新闻 就像选举之前那个喊什么的一样 中日新闻报的都是他 难怪他回来的时候 大卫杀死万万 他前两天 前上个礼拜 他还是一个乡间 没有人认识的一个大卫乡间的小木头 可是哥利亚 因着哥利亚 突然间上帝把他放在全国的中央 当然预备他将来要成为 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 所以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 我们信息就要结束了 你相信难处来 不是要淹没我们 难处来是要提升我们 是要祝福我们 每一个难处 都是我们网上的解体 所以与其我们在那里抱怨 为什么经济不减 为什么我被裁员 为什么会生这个病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如我们对自己说 我相信我的神 我不是被埋葬 我是被宰中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它就会结出许多子力来 所以今天从此要画新的土画 每一次我们觉得 我们被埋葬被栽被埋葬的时候 我们就要说 我会要结出许多子力来 从此眼睛要看每一个困难问题 它们是我们的祝福 它是我的台阶 最后一节我们就结束了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我们大声一起来读 来这些事情 来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弟兄姊妹 再厉害的疫情 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子 有上帝帮助我们 环境的有上帝帮助 所以这句话 弟兄姊妹你要信念 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 是有谁帮助的 有耶和华帮助 我要跟人家 我服侍神一辈子 我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 我的人生的里面是有神帮助的 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 你确定你是有神帮助的吗 如果你信了耶稣 你却从来不觉得 那真的白信了 那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你要回答说 神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跟你好远 为什么圣经讲的 我对我实在模糊不清 为什么我信的是这么的软弱 为什么我说我有神 可是我里面却战战兢兢 为什么这些 这里很清楚的到有耶和华帮助 基督徒的人生是有上帝帮助的 没有神的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是有神的人 有神的人我们是有耶和华帮助 所以明天进办公室 你要对自己说 在办公室有上帝帮助我 面对客户有上帝帮助我 面对竞争对手有上帝帮助我 做计划做简报有耶和华帮助我 愿上帝带领我们明天进入办公室 我们要带着神与我同在神帮助我日子 我们不是说没有困难没有问题 但是每一个困难艰难都是我们的祝福 上帝会来帮助我们 就是那一颗石头 反而要成为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我们继续往上的阶梯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下个礼拜师母要继续这一段信 会把牧师三个礼拜来的做一个总结 希望我们下个礼拜不要错过 让我们一起能够来领受好 每一个环境我从你那里来看 助我 帮助我 像约神在监狱里 我用最好的态度过每一天的日子 让我用最好的态度服侍九阵三掌 让我用最好的态度用智慧的言语 来替九阵三掌解梦 把你属灵的智慧带到你的办公室 好不好 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 保守我们同生开窟前来祷告 噢 绝书啊 我们感谢祢 跟神说让我无论到哪里 让人在我身上看到我是有神的 把阿老在约瑟身上看到他有神 有神的智慧 有神的人美好 荣光在把约瑟的脸上 好的 继续地祷告一点点的时间 跟神说主要帮助我 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 你不是被埋葬 你是被栽种 你不是被埋葬 你是被栽种 你要结出许多的子力了 每一个环境是要让你结出许多的子力了 感谢主 所以我必不惧怕 面对前面我必不惧怕 谢谢主 阿们 主啊 我感谢祢的花 神经的故事 充满了奇芭和亮光 帮助你的儿女活在地上 让我们立稳 在真理的根基上面 我们每天是 凭着祢的话 而过生活 我们是以祢的话 为我们的准则来过生活 主啊 我感谢 今天我们宣告祢 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 人能够把我们怎么样 我必不惧怕 没有人走出这个聚会 我们还是有惧怕的 主啊 有耶和华帮助 我们当中有人正面对极大的挑战困难 现实上的问题 真的现实上的巨人高强 但是主啊 求祢安慰我们 只有祢能够鼓励我们 让我们宣告祢的话 我们不是拿十个探子 只看着高强 我们要说 强很高 但是我的神更高 巨人很大 我的神更大 所以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 拿着五颗小石头面向哥利亚走去 明天给我们智慧勇气 像以示帖一样 我们祷告以后 你就会给我们智慧勇气 让我们勇敢的面对哈曼 祢必帮助我们 祢必帮助我们 谢谢主 但愿我主耶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来说荣耀贵贵贵 祝上一首美味 一位